停車場車輛來來去去 只要有一塊地 24小時就能升才賺錢 但有民眾直指 在台中停車半小時 就被收90元 貴刀報嚇到不行 民眾PO文邪到地點在台中市區 以為是一小時90元 停車公告寫超小字 半小時90元真好賺 還有更貴的嗎 PO文底下民眾很批 比百貨公司還貴 搶錢 這什麼天價 盤子 笑死 還有人說在台中旗美旁邊 就怕被開單所以停了 繳費時360元 還以為眼花結果是真的 實際到台中旗美一帶觀察 私人停車場一小時60元 連鎖都督房一小時70元 連鎖Times停車場 則是平日半小時35元 假日半小時45元 繞來繞去 並沒有看到半小時90元的 收費標準 停車費率收取不可超過 和被上限 鬧區地段好 停車收費高可以理解 但一小時要180元 比基本工資176元還要貴 堪比天價 到底在台中市區哪裡那麼貴 民眾PO文沒說明確 台中市府動起來稽查 雖說使用者付費 但駕駛也得放大眼 看清楚收費標準 才不會繳費時心痛 荷包死血 記者韓正信 往上海台中採訪報道